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斯蒂芬森和哈特 他们非常相似 极具个人能力 外线投射和内线突破俱佳 虽然胡人没有一位联盟顶尖的得分后卫 但这样的配置也绝对是联盟中等水平 三号位不用多说了 詹姆斯带着新兴库兹马 新秀女哈伊柳克坐镇 绝对是联盟顶级 维雷霆 勇士等两支强队可比 四号位 上赛季胡人的领袖英格拉姆 配合上老将比斯利的加盟 虽不及浓眉 哥 恩彼得 但也绝对具备如勇士 火箭等球队三到五号位之间的流动性和全面的进攻手段 回到最初的话题 胡人的五号位的确够呛 贾维尔麦基 新秀阿格纳和二年级的祖巴茨 就这些了 这三人当中很难找到一个可靠的人选 同时具备经验和稳定的攻防能力 胡人新赛季该怎么办 依据我顿采访中的回应 胡人新赛季的做法看起来特别霸气 要是我们进攻端得分更多呢 目前 胡人继续不强或者交易已经不可能了 到了这个阶部也 胡人只剩进攻 这也意味着新赛季的胡人会非常重视无小阵容的运用 沃顿太狠了 因为如果是这样 今夏刚刚加盟的麦基最可怜了 他的地位猛将 依据上赛季麦基在勇士扮演的角色 在小球体系当中麦基更多是被当作骑兵来使用 出场时间和表现机会是非常不稳定的 而麦基愿意离开勇士加盟的初衷 就是希望得到更多的表现 不得不说 麦基可能真的看错胡人了 中文字幕为止 取消灭继续大学 为主计续大学 互相互 深刻的经历锡 起飙水的概念 洩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